電表快速轉動 荷包在四月過後 可能會越來越瘦 因為經濟部嚴擬支持臺電 電價四月調漲 這次恐怕從民生用電 到工業用電通通漲價 其中民生用電七百度以上 才會調漲 這次可能下修到用電五百度以上 就漲價 統計將會有大約三百萬戶 家用電受到影響 另外高壓及特高壓用電大戶 包括工業及大型綜合零售業 也將承擔最多漲幅 預期接下來漲幅也會超過一成 像是北捷及台積電等等 都在名單內 近期景氣逐漸回升的半桃體業 恐怕也首當其衝 經濟部也表示 電價如果要調整 要尊重專家學者 以及官方民間代表 所組成的電價審議會決定 也將會在三月召開審議會 決定接下來四月電價